解封你知道喔 如果問我的話還是按照科學的 就是說那個群聚吃飯還是最危險 所以有涉及群聚吃飯的應該是最後 那如果需要解封就還是一樣嘛 分階段 不吃飯的先優先 應該是這樣 延續媒體提問 行政院要求規劃適度放鬆各行業的管制 不少部會會開始盤點微解封的做法 也有人提出各縣市微解封 但雙北市應該暫緩 請問市長對於解封的方向和建議 還有有什麼建議嗎 台灣喔 基本上喔 它還是同島一命 特別是高鐵的出現 整個叫台灣一日生活圈 所以在各個縣市解封條件要不一樣 相當困難 你看看這一次屏東的事情 我們在台北這麼遠 那黃山還算是台灣壞 我們在最後覺得很緊張 所以我倒覺得要各縣市分開 分開不同的條件解封不太容易 那麼解封你知道喔 如果問我的話還是按照科學的 就是說那個群聚吃飯還是最危險的 所以有涉及群聚吃飯的應該是最後 那如果要需要解封就 還是一樣嘛 分階段 不吃飯的先優先 應該是這樣 接著蔡總統在推特上說 台灣的確診案例持續下降 但特別點名台北市要保持警戒 因為剩餘的案例大部分都在台北 市長怎麼看總統在推特的發文 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案例 你知道像日本你知道 也是東京的疫情最明顯 美國呢紐約 所以事實上大都會 因為他的生活 生活模式人流會特別厲害 所以一般來講 世界各國都是以 這種主要的首都或大城市 你知道 會變成是疫情最難控制的地方 所以我倒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 這個世界通案就是這樣 柯市長稱第七類疫苗施打對象是國家特權 引來台南市長黃偉哲痛批 全國人民都在忍耐雙北 把疫苗優先給台北市打好打滿 大家犧牲疫苗給雙北 要柯市長不要再講特權 請問市長怎麼看 同樣作為地方首長 我是可以同理心 這個黃偉哲市長的焦慮 因為每個當首長的 一定希望不管他的市民或縣民 都可以趕快打到疫苗 可以得到保護 那問題是現實的狀況就是 疫苗不足 所以 總是有人可以打 有人沒有辦法打 所以 這對縣市首長都是壓力 那麼 疫苗的分配 目前在 也不是說台北市政府就可以單獨決定 都是中央給我們的 大概一樣 按照每個行政區域的人口數 還有人口結構 就是老年人的比例多少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中央自己認定說 這個 這個什麼 國家安全重要的 你知道 再撥下去 所以目前這個疫苗的分配也不是 台北市自己單獨決定 還是 還是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全力決定 還是中央發給我們 不過我是可以理解 對 黃偉哲市長的 內心的焦慮 因為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市民趕快打疫苗 不會感染 不然每天 這一個感染 那個感染 對大家都是壓力 不過這個疫苗的問題 那就 一時間也沒辦法解決 所以 就盡量 盡量 今天 討論 多一點 看 新auftude 西巨嶼 整個 社會 設計 mej